受疫情的影响,花蓮市公所清洁队几乎每天都在市区来执行清销任务,人力相当吃紧 市长温嘉贤指示清洁队参考外线市做法,把资源回收车改装成为消毒车 运用农用喷雾的原理,消毒车开进巷弄来喷洒 不但可以减少人力付出,也达到清销的效果 疫情紧绷,花蓮市公所清洁队每天都在市区执行清销工作 而随着越来越多确诊者的足迹,整个清销范围也越来越广 造成人力沉重的负荷 为了让清销工作可以更彻底,市长温嘉贤指示清洁队参考外线市做法 把资源回收车改装成为喷雾式消毒车 运用农用喷雾的原理,将管子接上车载式的喷雾机 启动之后只要沿街行驶,不需要人力拿着喷洒杆边走边消毒 我们可以看到清洁队员在消毒,不论是专案还是预防性的消毒 都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花蓮市公所除了原本的消毒人员之外 那也增加了非常多的人力下去 那总计也超过30人以上的消毒人力 那但是这样子的消毒人力 对于我们现在庞大的一个消毒的量来讲 还是不够 所以那前几天我就想到一个方式 那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货车 还有小型的货车的尾门的部分 可以加装一个农用的一个喷洒的一个部分 那可以第一个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喷洒的面积 也可以减少清洁队人力的上面的一个负担 那清洁队又在研发 再把这个尾门的部分再延伸出来 可以有相关的一个喷洒的一个机具 可以拉将近非常长的一个距离 来做相关的一个消毒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协助 那我们真的也希望说大家及时广义 能够减轻队员的负担 清洁队长吴庆展表示 一般清洁工作一辆车就需要至少三个人力 但改装之后的清洁车只需要一位驾驶 如果清洁地点是狭窄巷弄 车上还备有一条100公尺长的水管 可以用人力喷洒喷雾气无法到清洁的地方 如此一来不仅减少人力付出 也可以达到清洁的目的 介续慧欢市报道